大家晚上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另一道菜 又是對著這隻鍋 搞哪一科 今天想做什麼 做這個年柳炆腩仔 我這個方法 跟很多人所理解的 就不一樣 大家看看我怎麼做 首先 放幾百姜片 然後 放一些 我的徐雪器的寶貝 青花椒 然後 要放什麼呢 就是放一些八角 腩肉 現在我做這個過程 就不單止是 這個是 就是 就是 隨時你這麼簡單的 還要是 等它有些香料味 放三粒花椒 夠了 OK 然後然後呢 現在放好了 直接整塊腩肉 沒切的 扔下去 OK 接著 然後呢 有這個年柳 我又放下去 OK 好 這兩樣東西放了下去 之後呢 就可以 滾了 煮一下 煮一下 煮多久呢 煮二十分鐘 這樣就當是燜 OK 行不行 先煮熟它 那 好了 那 那 其實呢 嗯 煉柳 炆腩仔 就很多人喜歡吃的 那 就 我想說的是 家廚 和這個職業廚房之間 就是兩種完全的 不一樣的方法來的 那我現在這個方法呢 就 改良了少少的職業的方法 然後呢 就再在家廚上面用 那我為什麼要先煮了些豬肉 那 大家都知道的了 這樣煮了些豬肉之後呢 可以 我一般大家有看開我也知道 這樣就隨便去 那為什麼這一次呢 我加多 加這個八角下去 還有呢 加這個 嗯 連藕一起炆呢 一起下去呢 煮呢 其實呢 我就想縮短 這個製作的時間 行不行 那大家都知道的 連藕你炆不到一個小時 你不用只要有得吃的 OK 那如果我除雪氣的話 你不用十五分鐘 你是不用只要可以完全除雪氣的 行不行 那所以呢 我就將這兩樣東西 就結合在一起 那還有呢 就一般家廚呢 就很少會說放八八角去炆的 但是職業是會的 OK 那大家也都會發覺呢 職業呢 那個 即職業廚房做的那個 連藕炆腩仔呢 是很香的 為什麼 因為它放了香料下去 嘛 OK 行不行 那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將兩家廚 和職業 兩樣東西 合而為一 那我現在這樣做呢 我就保證 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炆好那個藕仔 然後有足夠的味道 和有足夠的口感 那連阿炆腩仔之所以 多人吃 除了它香之外呢 是因為 那些豬肉炆得很軟 那些肥膏呢 那些肥肉完全不覺得它肥的 肥而不利 是吧 跟著之後就很軟 很軟 甚至沒有 有些高超的廚師呢 可以做到入口職容 是吧 那我現在呢 這個方法就是 結合了家廚 它的限制 和職業的做法 OK 那大家一聽到 職業的做法 當然啦 當然要什麼 最重要的是什麼 打仗 沒錯啦 那這次呢 我打仗那方面呢 我就用了三種的助料 薑片 那我喜歡呢 就是連皮一起的 OK 那當然 正常是不連皮 那為什麼我會連皮呢 因為我胃呢 是寒的 胃底是寒的 那連皮呢 就對我胃就有點益處 好啦 跟著之後 十粒八粒的蒜頭 原子蒜 我不是拍散光的 原粒的 OK 對不對 跟著之後 有紅蔥頭 大就兩粒 細的就三粒 OK 行不行 有了這三樣東西之後 那 這個 炆籃仔 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用南乳醬 即是用南乳去炆的 那等一下我打個醬 就打一個南乳醬出來 那我之前呢 在那個炆樓籃那裡 我都跟大家講過的了 炆東西其實很簡單的 你不需要顧及到其他 那些呢 你不需要看火 介紹一下 教準時間 它自動關火就可以了 OK 行不行 不用理會它 最重要的就是打好醬 那這個是南乳 待會我會打醬 拿那些薑蒜和紅蔥頭 那也都有師傅呢 會是加一些磨子 加一些磨子 就類似是儲候醬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純粹南乳醬的形式 因為不是那麼多家人 就是不是那麼多家庭呢 家廚呢 是會有這個 就是 磨子醬的 那我磨子醬 我都要很難才找到 因為磨子醬 不是那麼多間 有得賣 有時候它賣散賣 我覺得它不漂亮 有時候 它一瓶一瓶 那些我看它的效果 又不是好像很好 那所以就比較難買 一般家庭 很少會用磨子醬的 OK 那 暫時是介紹著這麼多 先記住 這個 現在放了花椒八角 薑片下去 煮了多久 20分鐘 OK 那我煮好了之後 我待會打仗 怎樣去處理下半部分 那我再跟大家講 OK 行不行 好 好啦 大家 已經是燜煮了 這個是 20分鐘 那 現在呢 就 將整塊 那個豬腩肉 拿起先 跟著之後 攤一攤冷它 稍為拿冷水沖一沖它 就做什麼呢 就是做這個 就是切粒 跟著之後 將這個 煉柳 就撈起 就隔起了那些香料 跟著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步 OK 那我怎樣撈起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我主要開一開機 就講 這個時候 這個步驟是怎樣做的 OK 好啦 大家 我就已經切好 整好 那些 那些 那些腩肉了 那我現在呢 就在燒鍋 那做什麼呢 就是做我們下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也是炆東西 我個人覺得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就是炒醬 OK 那我這個呢 就是採用這個是 專門廚師的手法 而不是跟這個 是 加廚是一樣的 那上次做蘿蔔牛腩呢 大家應該見過我怎樣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看過 那如果看過的話 可以重溫一下 想像一下我接下來 怎樣做的步驟 好 那現在 這樣燒了鍋了 跟著之後呢 就關小火 平均小火 就先下薑片 下去爆香先 大家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要先下薑片先 因為呢 薑片呢 是最受火的 啊 它就最難是 炒乾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先放到薑片先 啊 那也都重溫了 那呢 就 老師傅說呢 你打醬的時候呢 啊 要那些醬是好吃 惹味呢 你一定要那些尿頭呢 就一定要炒乾 新的 有那麼乾就得那麼乾 OK 那這裡我亦都不打算剪了 那麼 看過的就可以 skip了它 啊 skip到去 就是下藍魚的部分 如果沒看過的 我希望大家耐心些 啊 去看一下 我怎樣去炒乾那些尿頭 那尿頭呢 就 薑蔥蒜啊 OK 那呢 薑蔥蒜下的次序都有不同的 先下了薑啦 剛剛講的 是不是 現在已經在炒 煎了 然後呢 就下蒜頭 最後才下蔥頭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三種的材料呢 它那個受火的程度是不一樣 受熱的過程 的長短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一定是先下薑片 啊 那薑片呢 就要炒到它變金黃 見到它差不多有脫水了 我們才下蒜 又見到那些蒜呢 炒到金黃 才最後再下蔥 啊 如果你最先是下蔥 或者一起下呢 你會發覺呢 那些蔥頭炒到焦了 那些薑都未乾身的 啊 甚至毛那些蒜頭 都未乾身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是不好吃啦 OK 行不行 啊 那大家看一下我 那我怎樣做呢 那我現在我做個 close up 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薑的 texture 在我這個是炒的過程當中呢 到底它是有什麼變化的 OK 行不行 啊 耐心點看一下 這個是燜東西 是成功的關鍵 也都是提升大家呢 去燜煮這個肉類的時候 那個 就是那個味道啊 的關鍵啊 啊 那我現在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就是以前我看過 就是 一些老師傅的天書 啊 那也都加上它是親口傳授啦 就是講過要點呢 那所以我才有這個做法出來的 好 那大家現在看到了 那些薑呢 就開始 那邊邊有些金黃了 那我中間呢 都開始是有少少乾身的啊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夠的 怎麼為之乾身呢 炒薑炒到 上次都講過了 就炒到它呢 自己會縮的 啊 捲在一起的 那就 為之對啦 那但是 你到它捲在一起 你才下蒜呢 就會過熟的 OK 就是過乾了 或者甚至沒有炒孔 那所以我們要留意 啊 啊 要炒到好像這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啊 這個膠夾比較麻煩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效果 看到 這一邊呢 已經金黃色 其實已經是可以OK的了 這邊還有少少 那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呢 就可以加 反轉薑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蒜頭了 那記住我炆東西呢 是用圓粒蒜 圓粒蒜子啊 圓粒蒜子啊 那其實很多時候呢 大家就是 有個疑問 譬如炒菜 我怎麼可以 炒到 這 這 這 菜和肉一起熟啊 這樣 那大家都知道 要走油這回事 是不是 啊 那同樣道理呢 其實很多食材呢 它那個生熟呢 那個程度 和需要的過程 長短都有不一的 那所以在我們要下鍋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熟悉那種食材 啊 譬如說 啊 薑 和蒜 啊 會不會 那個時間 生熟的時間不一樣呢 或者煎乾的時間不一樣呢 是啊 不一樣的 薑最長的嘛 那所以我們就要下薑先 OK 行不行 那然後呢 蔥頭呢 就最容易炒焦的 啊 它最不受火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最後炒好了那些蒜頭 我們先放蔥頭 這樣就對了 那 現在我給大家看一下那些蒜頭的 什麼為之叫做好的效果啊 啊 大家看到嗎 這邊 啊 這邊 鮮頭這邊呢 這邊呢 就已經是 啊 金黃啦 跟著這邊 就生啦 就是另外一邊可以 這邊又不行 OK行不行 好了 但是現在都差不多了 那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最後最後放蔥頭下去 這個過程呢 要勤力點攪動啦 雖然不可以心急 但是勤力點攪動啦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材料呢 有機會呢 它同一邊受熱 另一邊受不到熱 就一邊焦一邊就生了 OK 好了 那現在呢 這薑呢 炒到這些 好像這些這樣 哇 這一個就夠了味了 夠了野味了 OK行不行 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要下這個 南乳了 再關小一點點火 慢慢下南乳 那麼南乳這次呢 我又是 大概是一斤鬆一點的肉 那麼就一斤鬆一點的 這個是 這個是 年藕 所以呢 我放大約半磚的南乳 就已經是足夠了 這裏 半磚南乳已經夠燜三斤的了 大家想要一些顏色的 就放一點點的南乳汁啦 南乳呢 通常呢 它是很難這個 會是有這個什麼的 即是很難是打得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加少少水下去 可以 輕輕少少就可以了 十施施 這個時候要留意它炒焦鑊 OK OK 怎樣為之炒到它那個醬為之得呢 或者叫好呢 現在大家看著鏡頭 現在看到我下了少少水的 是吧 大家看到水在滾 是吧 要炒到它怎樣呢 就好像上一次炒過醋油醬 炒到它稠稠稠稠稠 即是或者炒醬啦 打醬好像和現在烏克蘭一樣一樣 炒醬呢 是燜菜裡面的重中之重 所以呢 我就會花多少少時間 那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其實燜菜很簡單的 你只要打醬打得好 打得好味的話呢 你用滾水煮都好吃的 燜菜就是這麼簡單 而不是呢 就說哎呀要放很多的醬料啊 不斷炒不斷炒啊 炒當然要炒啦 不過呢 就不用放那麼多調味 那麼多醬料的 OK 那而且我這個方法呢 是可以是 我現在是炒醬是看著的 那其餘的時間 我調整個火 調整個時間 那就OK的了 那 你現在看到嗎 開始螢結了 好香了 現在好香的藍魚走了出來了 藍魚味 好香 搞定 你想那個 我兒子經常說 為什麼老爸你做的那些 蜜腩仔這麼香的 香到整屋都香的 真的整屋都香的 就是 這樣 現在炒好了 那我不關火的 那我就直接拿回這個 倒回這些材料下去 不用炒的 即是 很多家廚呢 就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很多媽媽家廚呢 在這個時候 就不斷炒不斷炒 不用炒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入味不是靠這個炒的 OK 好 現在加水 記住 不是靠你不斷炒的材料 是靠你打醬 打得好吃 還有炒的過程當中 十幾分鐘它已經夠吸氣了 OK 好啦 加水加多少呢 我現在大概已經加了600cc的了 那 那大家會問 哇 我每次都要加這麼多 那當然不是啦 那 視乎你材料 我們家廚呢 有一個傳統 古老的方法是什麼 加水加到它差不多過面就OK了 這個是 阿麻時代已經降落的一個方法 OK 即是水差不多過面了 OK 那就行了 好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馬上可以調味 蛤 什麼 現在調味 是啊 我炆的東西很入味 好啦 好啦 我下了南乳 是不是 所以呢 要計算它的鹹味 那 正常呢 三斤的材料的話 就要下三茶匙的鹽 但是因為我下了有南乳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只需要下兩匙就可以了 OK 然後 之後 雞粉 就下一點點一點點味 再說一次 雞粉它的作用就等於 煎著廚房的高湯 OK 那 好了 鹽 糖 鹽 鹽和味都有了 糖 糖 糖 不要加砂糖 好 那 在這個 蘿蔔牛腩那裡 就有朋友問過 他說 你這麼大 你用大火炆 可以不可以的 軟軟的 會不會柴皮 我告訴你 是不會柴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下冰糖 冰糖大概呢 你就下這個是 兩到三顆方糖的體積的 就是那個冰糖 OK 行不行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要下 豉油 1 2 3 4 4茶匙的 這個是 生抽 跟著之後 視乎你自己喜歡 我就下兩茶匙的 老抽 那 原是沒有 當然是沒有原是 為什麼我炆的東西很香呢 除了因為 藍魚本身的酒香之外 你想加強它的香氣呢 我建議大家不要用紹興酒 用廣東米酒 那就償量了 OK 下酒 然後 然後 我自己呢 就喜歡下的 所謂的 叫做 我個人的 標誌 其實呢 每個廚師都有自己的標誌 OK 那我炆菜的標誌 就是 幾滴的 美極 基本上 現在這個 就調味完成了 OK 然後 然後呢 怎樣呢 現在等它滾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調味 這個 四十分鐘 先頭我是不是用了二十分鐘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加上去 就用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那我亦都調味了 就是四十分鐘 OK 好了 基本上呢 這樣就不用理它了 直至炆好為止 但是呢 為了方便 即是為了它不要黏底 你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後 過來看一看火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做其他事情 我調整個鬧鐘 三十分鐘之後來看火 然後 這樣就可以吃得了 是不是很簡單 等一下 我炆好之後 再給大家看看 效果如何 OK OK 好了 大家 那四十分鐘響了 那 就關火了 大家看看 賣相可不可以 期間呢 我就過來看過一次火 OK 因為要攪一攪它 要不是黏底 顏色行不行 現在聞到 整個廚房都是 這個南乳龍走香 OK 這樣呢 跟著之後呢 我們 關火之後 放些蔥花上去 放些蔥片上去 拌勻它 這樣就 搞定了 一餐 OK 其實呢 大家呢 不要經常那麼怕炆東西 我覺得炆東西 比炒東西還要簡單 因為 雖然炆東西 是需要時間 但是呢 其實 最主要集中的火力 在哪裏呢 就是 這個打醬 我先拿著碟 只要你打好的醬 基本上 你調整時間 夠時間 就關火 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還有呢 大家呢 最好呢 就炆到 少點水 不要那麼多水 大家看到嗎 那麼呢 就 太多水的話 就 當然都好吃 不過呢 就沒有那麼野味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水 乾到差不多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 焦糖化的現象 在炆東西來講呢 焦糖化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一個 就是一個效果來的 如果你能夠把醬汁收乾一點點的話 產生一點點的焦糖化的話 這樣呢 炆菜 就更加野味的 OK 當然啦 你說 我想多些醬汁送飯 可以嗎 可以 那你寧願是怎樣呢 炆完之後 再加水 再加一點點水 去把醬汁收乾的醬汁 會更加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經過焦糖化的處理之後 然後呢 你再開那個醬汁 它變成仍然保留了焦糖化的味道 我經常都說 炆菜 為什麼這麼好吃呢 就是因為有焦糖化的現象 那如果你做不到焦糖化的現象的話 那自必然呢 就炆菜就不好吃了 你炒的時候炒到天花龍鳳都沒有用的 OK 行不行 那我現在呢 就約了一總結一下 你等一會 結了一塊 不是這麼帥仔 好 那我現在呢 就約了一總結一下 OK行不行 那呢 就 第一 炆菜的重點 是在於 你炒醬炒得好不好 你下多少醬 下什麼醬料 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你炒醬炒得好不好 那而 這個炒醬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當中 尤其是是家廚呢 很多時候都是 哎 我一下完蠔油 或者下完南乳 就立即呢 就 扔些料下去炒 這樣就為之炒了 不對的 所以 為什麼通常呢 呢 家廚做的炆菜 未必個個做得那麼好吃 通常做得好吃的 家廚 他都會做到一個效果 就叫做焦糖化 其實呢 其實呢 炒醬也是一個焦糖化現象來的 OK 行不行 那因為你經過這個焦糖化處理之後 你再去炆的話呢 那個醬呢 就特別香濃的 那我現在呢 這個 這個 炆仔 我可以告訴大家 距離五米以外 你已經聞到我的 是 炆 炆 炆仔的 那種香味 我兒子經常說 哇 為什麼你這麼香 還有呢 有個故事就是 我兒子呢 以前 還可以帶飯回學 因為以前有得回學 現在疫情就沒有了 那他呢 就像是在餐廳叮飯的時候 就被同學整天都問他 哇 你做什麼這麼香啊 為什麼搞到整個餐廳都香了 那你可想而知 我這個炆仔的香的程度 又去到哪裡了 好了 為什麼這麼香呢 一句話說完 就是要將它做到焦糖化的效果 而焦糖化的效果呢 就是要炒個醬 OK 就是炒個南乳醬 所以我這個 這個菜特別香就是這個意思了 OK 行不行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其實你炒好醬之後呢 基本上你加滾水就可以了 你看我不斷加水 不炒什麼都不做的 一加材料下去就是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第三樣東西就是 很多人有個疑惑 譬如說上一次那個 柱油牛腩 蘿蔔牛腩這樣 有朋友仔就問 喂 你這麼大火炆 會柴皮的 好嗎 其實呢 其實呢 要令到它不柴皮 是有很多種方法的 一個就是加冰糖 第二個 大家看不看到我大凡呢 所有的肉類 就算是凍肉 生肉都好 新鮮的肉類都好 我都會飛水的 飛水的過程 其實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 就叫做是冷水飛水法 一種呢 就叫做熱水飛水法 那麽我之前都約了介紹過的 如果你想肉香 勁一點的話 你就用熱水 滾水的情況下落肉 那麽那些肉呢 就會實淨一點的 那些肉香呢 就會香一點的 但如果 你是要想亂滑 那麽呢 你就要用冷水 下去飛水 即是說 你一落水 未開火 你就扔定肉下去 等它慢慢 升溫 去煮熟 去煮熟 那麽這兩個 這樣的飛水法 到底 分別 除了是香味 肉味 和口感的分別之外 其實 更加重要的 就是 其實呢 燜東西 就通常呢 或者是 煲湯的時候 通常就是 用熱水飛水法 如果是炒的 譬如說 我炒的豆 譬如說 我炒的 小炒肉 那麽我就會用冷水 飛水法 或者是梅鍋肉 通常炒來講 是非常強調 亂滑的口感 OK 不可以太硬的 但炆就不同了 因為炆呢 你加了很多香料 加冰糖 甚至加草果 下去呢 是會令到 那些肉 是會軟的 我 為了加快時間 還有呢 加快的效果 我呢 就通常都是 用大火去燜東西的 從來未被食家投訴 說我柴皮的 OK 關鍵是你的時間的總和 還有你放了些什麽材料 下去的 行不行 那麽總結到這裏 那麽 喂 當然是做完東西就要吃飯 是吧 那麽不說那麽多了 那麽今天很簡單 記住 燜東西 炒醬是最緊要的 其他天花籠共的東西 都不要緊要的 你知道炒好的醬 哪怕你下滾水去燜 都是好吃的 OK 行不行 好了 去吃飯了 拜拜